加满30岁的鬼鬼吴应杰 8月10日在台北举办唱片记者会 宣布加盟新冬假回归歌手身份 向来搞怪的他即使是鬼月也百无禁忌 身穿一袭蕾丝洋装躺在粉红棺材中现身 还笑称希望可以埋葬过去的恐惧及幼稚 所以我觉得告别幼稚是一个状态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幼稚的人 这样自己讲自己好像不耐 我本身就是幼稚的人 但是告别幼稚就是希望在比如说 这次想要求新求进步 这个就是我告别幼稚的一个地方 当谈到前年在跨年演唱会的惨况 鬼鬼也是十分无奈地表示 自己一直走音也不是办法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也一直在努力 我希望我可以越来越不走音 但是因为我真的还在学习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随后鬼鬼也透露 这件事情一直是自己内心的恐惧 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很不想面对 一直到一年多后 鬼鬼才鼓起勇气看当时的影片 那个影片我隔了一年多才敢重新看 然后当下我表演完我是不想面对 哎哟 对我不想哎哟 我不想面对这个事实 那就希望鬼鬼唱歌可以越来越好啦 台北报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